大家好,又是我奇科浪人 歡迎回來浪人電台這個頻道 今天是十月八號星期四 事不宜遲先快點說今晚的廣期 其實廣期今早都正如今早說過 萬九點是一個重要的位置 都不是今天講的,之前都講過 雖然今早曾經有跌穿過 但很快就已經修復了 之後不用說了,全日單邊向上走 亦都在Teleway的廣播台提過大家 小心點,不穿什麼位置就不要做淡了 提過大家 下午也順利到達了目標阻力區 在19,550左右 其實暫時廣期還是強勢 因為其實現在都是回到前兩天 橫行區頂的附近位置 如果今晚可以站穩好淡分水 在19,450至19,530 依然還是向上機會比較大 可以先看上面的區 就是19,690至19,780 這個阻力區 如果突破了 正式挑戰兩萬點的關口 機會非常之大 相反 如果今晚守不到好淡分水 下面的支持區 就會在19,357至19,420 這個位置應該會有些不錯的支持 今晚的重要轉強位置 就是19,780 而重要轉弱位置就是19,410 向上的目標 第一個就是19,614 第二個就是19,713 而第三個目標就是19,786 而第三個就是19,212 我們之後說道指 其實道指昨晚也算是雜幅上落 也沒有突破了重要轉強位置 338、18 也沒有跌穿重要轉強位置 334、300 其實是在這個範圍內走的 其實暫時在圖形上 依然還是下跌的趨勢 因為現在還是一頂比一頂低 要改變一個形態 必須要突破338、333的水平 還要向上的目標 是344或者342 相反 如果繼續向下跌穿了33431 之前的圖形有個小箱底 就變成不成立 在下的目標 通常會看到大概是333 這個關口位置 今晚的好彈分水 就會在33577 至33687 而重要轉強位置就是 剛剛所說 33833 而重要轉強位置就是 33431 向上的目標是33942 第二個是34054 而第三個目標是34230 相反 向下的目標是33292 第二個目標是33180 而第三個目標是32939 最後再說納子 納子昨晚的表現較弱 但是勉強也守得住 11465的轉弱水平 到達周線給大家的目標 11470已經到了 納子和倒子也一樣 依然還是下跌趨勢中 如果它可以踏身 站穩 之後可以向上望 向上望的目標 才看回11700 如果它有力 突破的話 就會好一點點 相反 下面 如果下面 留意著 重要轉弱位置 就是11412 如果跌穿這個 就會繼續向下沉底 而今晚的好彈分水 就放在11472至11530 而重要轉強位置就是 11693 而重要轉弱位置就是 11412 向上目標就是 11638 第二個就是 11699 而第三個目標就是 11773 向下目標就是 11361 第二個就是 11298 第三個目標就是 111204 好了 分析就是這樣 文字版我放在下面的描述欄 可以自己去看 如果你每天都想收到我最新的更新 你可以進去我們 Telegram的廣播台 連結也是在下面的描述欄 好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們一個Like 如果有什麼問題 記得在下面留言給我 你們的支持 就是我和我的團隊的動力 記得訂閱我 旗放浪人 和我旁邊的小鈴鐺 一有新片就會通知你 明天不會有影片 我們星期六周會和你聊見 就這樣 拜拜